一等無名英雄 獨家直擊 檢測人員近距離取樣進行核酸檢測 揪出肺炎病毒 光在台灣就有超過6.4萬件數送驗 全都靠這台BSC生物安全實驗柜 直擊BSC實驗柜產線 不繽鋼板第一次成型送入機台 經由雷射切割 接著第二次定型 在機器下壓的同時 往上一般折出角度和尺寸 在依序安裝風機 電控 儀錶等零件 對抗肺炎的無名英雄在這裡 這個就是組裝好的BSC柜 專門是用來檢測肺炎病毒 而它其實是一個相對負壓的狀況 也就是外面的空氣進不去 裡面的空氣也出不來 但是怎麼驗證呢 我們實際來做個實驗 BSC柜中必須維持每秒0.3公尺流速 可以看到白色煙流流動入境規則 里外氣體進出前 就會被吸入隔半下方的排煙孔 進入到內部管線過濾 對比一般實驗櫃氣流混亂 流速不定 無法控制檢測變因 病毒也可能外泄散佈在空氣之中 比較沒有危害性的產品 它就是用鎮壓 氣體可以直接排出來的 那主要是要保護產品的結晶度 然後如果是保護人的話 疫情現在在用的那個病毒的檢測 它就是要在Class 2 B2這個類型的 最高標準審核至少得連過五大項考驗 但關鍵心臟在濾網 機器快速震動下 濾脂迅速壓折成網狀 每一片出廠前都得經過機器一一測試 確保粉塵顆粒和細菌都無法滲透 像是馬來西亞 新加坡 然後越南 加拿大 這些國家都有在詢問我們的BSC 訂單大概增加10%到20%左右 國家隊無名英雄 外敲全球六大洲 32個國家的各大醫院和檢測站 也成另類的台灣之光 東森財經新聞 我們配備楊昭台中採訪報導 嗯